你们在游戏中的身份 已经放在餐桌下面 游戏中只有平民 狼人 平民找出狼人就赢 而狼人则需要杀光所有平民 才能获得胜利 请大家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看看呗 如果提前暴露自己的 什么磨叽 那下场就和管家级一样 每天晚上九点 所有人来到这里进行投票 投出你们所认为的狼人 现在游戏开始 对方很有可能在暗处 监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得要按照游戏会计 继续下去 我们先拖延时间 然后再想办法 否则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 那管家怎么办啊 尸体有毒 我看还是烧了吧 不行 管家体内的药物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如果贸然伤亡的话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 也许会通过空气传播 加速我们体内的药物反应 我看还是埋了吧 那就埋吧 我没意见 姐 姐 这个管家死得好恐怖 这个药物确实挺恐怖的 以后我们尽量少来这个地方吧 姐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走吧 走吧 我们也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我去车上拿点东西 这么完了你去拿什么 就是一些化学器材什么的 我必须得知道啊 管家和我们身上的药物是什么 也对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许好了 小心点啊 姐 那个楚一飞真有意思 她是挺有意思的 现在局势这么危急 每个人都有生命危险 但在这种情况她还能这么冷静 不简单 我倒觉得那个陈朗不错 什么都懂 我感觉他俩应该是认识的 认识又怎么了 我们还不如跟那个陈无烟认识啊 姐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郭君特别凶 她是不是跟古堡的主人是一伙的 她是最深不可测的 她表面看起来像生意人 但她眼睛里有杀气 杀气 这种人是最可怕的 既然有人把我们带到这里 一定有他们的目的 先观察 别轻举妄动 知道了 姐 我 保管好自己的身份牌 别让任何人看见 包括我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